- 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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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你在火锅英雄里演技也是这么不走心吗 - 我们要讨论一下 - 首先我们要行驶我们的超能力排除法 -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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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没用 - 我们根本就没有往他那方面猜对不对 - 其实 - 高以翔你觉得是谁 - 我觉得是 - 娜姐 - 好 俊晨你觉得是谁 - 我觉得是坤哥 - 坤哥原因是 - 因为演得最好因为很夸张 - 所以有可能是 - 他要用假象来迷惑我们 - 对 - 对 - 他想要全世界觉得他在不走心的眼 - 但其实他是真的被电打的那个人 - 好 欣欣你觉得是 - 我觉得是杜海涛 - 因为刚才在计完三秒之后 - 所有人开始聊天嘛 - 嗯 - 然后只有杜海涛就趁大家不注意 - 然后开始就是 - 开始狂吐气 - 他有可能演得有点慢 - 哦 - 好 - 云儿你觉得会是谁 - 嗯 - 佳哥 - 为什么 - 他一直在抓着手 - 一直抓着手在忍是吗 - 对 - 谢谢你们四位啊 - 一人投一票 - 所以你这一票很重要啊 - 我觉得是娜娜 -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 - 要保护女生 - 那个女生 - 不是要保护女生 - 不是 - 化妆 - 不是吗 -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让娜娜去被电打 - 对 - 就算他们让娜娜也不会同意 - 哈哈 -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她被电打的话 - 我也不太舍得她再被打十秒 - 对 - 那我们就排出现在的了 - 好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 - 好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 - 我们轮流电击成坤维嘉和海涛 - 好 - 好 我们首先电击杜海涛十秒 - 开始 - 是有开始吗 - 有开始在电吗 - 已经结束了 - 因为我不是 - 我说一下啊 - 现在已经没有了 - 因为我经常被这个电我已经习惯了 - 因为我腰不好 - 然后这个是最好的 - 这个叫理疗 - 理疗机 - 所以这个电量对于我来说 - 简直就我的身体已经可以承受了 - 接下来电机李维嘉 - 十秒钟计时 - 开始 - 开始 - 她不是 - 她好像真的通电了 - 佳佳你手机是开了震动是吧 - 对 - 嗡嗡 - 嗡嗡 - 佳佳你是不是有点太浮夸 - 嗡嗡 - 这个电灯没有通了你就开始抖 - 那想好 - 我走的就是这个路线 - 接下来陈坤我们要升级 - 一边十秒钟电一边拿笔 - 写火锅英雄这四个字 - 好的 好的 - 我可以边写边说 - 预备 - 预备 - 预备 - 十秒钟电击开始 - 火锅英雄 - 四月一日 - 全国上映 - 时间能长一点吗 - 啊 - 啊 - 草母啊 - 失联这些联盟 - 好 - 不是她 - 我觉得不是她 - 因为觉得不是她 - 我一直在懂 - 哎 - 你是后来想起来了 - 后来想起来了 - 开始懂了 - 你已经写完了 - 写的时候 - 字写得好好 - 字写得好好 - 写的时候符纸 - 那个手是没反应的 - 对 - 她的坤哥的表演 - 可以用一首歌 - 叫什么 - 浮夸 - 诶